牛幾杯瓶乾 尾丸 瓶乾 讓我們從朱維 ça起立 一起來敬拜我們的神 家里要請他寄給我 你是新神經歷神 這張風刺下包嗎 想你看军靈的比世 在你沒有不同的歷史 你是新生基地神 追望终止下渴望 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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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吃饭安分 所以我要 要光雾 一边一边无停在光雾 现在夜里这里剩下 一边跟他 所以我要 要相信 一边一边不停在光雾 直到每个人 每个人 每个人 都发现成真 成真 心想基地神 远望终止下渴望 在你没有任何地平衡 在你没有任何地平衡 你是新生基地神 追望终止下渴望 在你没有任何地平衡 每个人 一起都是在阿门 所以我要 要光雾 一边一边不停在光雾 现在夜里这里剩下 一边跟他 所以我要 要光雾 一边一边不停在光雾 现在夜里剩下渴望终止下渴望终止下渴望终止下渴望 所以我要 要光雾 一边一边不停在光雾 现在夜里剩下渴望终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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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渴望终 所以我要 要相信 一點一點哭泥來成功 只要每個大人的歷史 都完全成就 成就 我相信愛能改變世界 愛能讓世界更美好 就準備讓我們喜歡像這一首 給我們共享一雙赤草 我相信愛能改變世界 愛能讓世界微笑起來 你我的付出就像 最後盡頭的仰望 畫出無限的希望 給夢想一雙翅膀 用神的愛來交換 讓你我來吧 讓你夢想一雙翅膀 讓你夢想一雙翅膀 靜靜付出 看見滿足的微笑 當我們看見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不妨伸出雙手 拉他一排 撒下那愛的種子 並且能持續不斷用神的愛來交換 讓他的夢想長出一雙翅膀 我對我讓他的夢想不再只是夢想 讓他的夢想 可以隨著那雙翅膀 給他的翅膀 翱翔在天空中 讓他在神的弧度中 可以自由完成他的夢想 讓我們從頭再唱一次 我相信你 愛能改變世界 愛能讓世界微笑其他 你我離不住交響 最後最後的陽光 畫出無限的希望 給夢想一雙翅膀 我用神的愛來交換 讓你活來得亮 給夢想一雙翅膀 我到處愛的線條 盡情付出 看見滿足的微笑笑 給夢想一雙翅膀 我用神的愛來交換 裡兩人� Auto 在 ren origin 我用神的愛來交換 能讓你活來得亮 做不住 看見滿足的微笑 兄弟妹 就是這個今晚的時刻 我們依舊在旁邊 你來閉上你的眼睛 來你的手上 並對你的說話 你也會張開你的手 和你秀上 並對你的祝福 你們神 神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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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手自拂たい的時候 最最新好主流 也是四個掉雨 是我們一天的死 我們一起來講真雙 愛 終 相 遇 五一天 Earth 往 與 你 再 愛 終 相 遇 再一次 將 自己 完全 避 血 添 貝ense 唯有你是狂喜乐和地雕 我甘愿舍弃一些干碎米 每一天都我与你在爱中相遇 再一次相互在你 他们荣耀你 唯有你是狂喜两人不安忧 我愿意一生尽快荣耀你 将我全人皆伤当作国籍 一惊这一心淡淡是过敏 愿你之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 就生命的心掌握我一生 接近我信我快把跟随你 在爱中遇见你 接近我信我快把人随你 荣耀忠敬拜你 接近我信我快把人随你 在爱中遇见你 在爱中遇见你 接近我信我快把人随你 荣耀忠敬拜你 将我愿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 将我愿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 求生命的心掌握我一生 接近我信我快把人随身上 尽快荣耀祢 我愿意 我愿意 尽快荣耀祢 各位观众们 请坐 是的 亲爱的阿佛 我愿意伊斯坦和妙 在祭拜 在相互祢 我每天很广意 在爱中相遇 亲爱的阿佛 我们感谢你 我们今天在这里 和华语堂的敬拜 久你保守与大名 我们每一个过程 让我们想要带我们的歌 展望每个律师 让律师等一下的讲道 句句 和我们的鼓掌 谢谢你 感谢 我们再来华语堂 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我们无论是要被 新旧音乐歌很金句 我们变谈的训练 祝我们能完全把 把它放在你的手中 祝你 求你指导文 用你智慧 教你如何 同心合一的在你的面界 来洗 祝主 谢谢你来给你 也更求你 让我们华语堂的人数 能够增长 最后 我们要一起用 主教导文的主导文 一起来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人圣 愿你的火降临 愿你的使力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礼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事态 救我们脱离凶文 因为活度 全力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世的亲爱的阿们 九里垂体 念我们的祷告 下面我们要念我们的经文 在《撒迦利亚书7章1到14节》 好 第一 双单数 双数 这样 来 本个 大和理由 104年9月 6日 156月 初四日 耶和华的话 领导 撒迦利亚 那时 我那些人 已经把 阿娃 撒迦利亚 汉 并见人的可乐 并遵从他们的可乐 去忍受耶和华的恩 并问 用军之耶和华 殿宗的祭司和先之说 我们一年以来 在五月间 哭泣 再见 现在还当这样行吗 幻听之耶和华之后 祝祝不得到我所说 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 说你们这七十年 在五月七月进食悲哀 其次丝毫向我进食吗 你們知何不是為自己吃 為自己喝嗎 當耶路撒南和世衛的誠意有居民 正興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時候 耶路華借從前的先知和宣告的話 你們不當聽嗎 耶路華借從前的先知和宣告 萬聚之耶和華 則對你們的列祖如此說 要按自理判斷 個人以慈愛給命定雄 不可欺壓寡度 無論寄居的蠻穷雄人 誰都不可心理迫害定雄 他們卻不肯聽從 扭轉肩頭 曬而不聽 此心益如今當時 不聽必法 萬聚之耶和華 用於一切所成前的先知所說的話 故此萬聚之耶和華大方列祖 萬聚之耶和華說 我曾呼喚他們 他們不聽 將來他們不求我 我也不聽 最後一句幾個 我必旋風吹散他們到處 不認識而光亮著重 這樣他們的地就有光亮 甚至無人來往經過 因為他們是美好之地光亮的 接下來我們請有一個天空牧師來對我們講道 他要講的題目是真的假的 大家平安 平安 謝謝 我們這禮拜聚集在這邊 真的假的 賣友一起在這邊 我們現在看到一個圖片 他是賣橘子 美橘子 這應該也是算有一點 我們常常在吃比較酸的那種 那叫什麼橘子 柳 不是柳橙 有一種外國性 那我們都知道 橘子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如果你在台灣要買到橘子 你現在騎摩托車有沒有開始見 有看到現在一顆幾塊 十塊錢再賣了 但是都是綠色的 我們通常都喜歡吃什麼 有一點橘橘的讓我們看起來比較甜 所以 那我不知道哪一家比較好吃 不過我們有很多國文媽媽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可以問一下 呃 劉國文呢 是一個 我們知道他是一個軍事家 他也是一個很聰明的天文學家 那個 讀很多的書 那有一天呢 他在古代的菜市場散步的時候 就發現 欸 他有在賣嗎 而且那時候什麼時候 正值 六七月 請問六七月正夏天的時候 會有感冒嗎 現在是什麼月 秋天 秋天快到冬天的時候 感冒才會出來 所以算一算 這個感冒已經經過快要一年了 他就想說 這個感冒就跟那個圖片上的一樣 這樣油油亮亮的 如果現在我們還想說 可能是農民把它 就是採收起來 然後用什麼冷凍療法 不是冷凍的那個冰庫啊 然後把它冰起來 但是 古代 六七月 有橘子 又長得這麼漂亮 你知道嗎 要買那個橘子不簡單喔 那個小伴說 我這個好不容易保存了一顆呢 就多少多少 100塊 他是十倍價 那他就想說 這也不簡單嘛 人家至少把他的感冒保存的這麼漂亮 我就買回家吃看看 買回去之後 你開打開是什麼 蛤 他的感冒這麼大顆裡面都縮小了 都變成破了 然後他就跑去跟他說 老闆 你這個假的 你這個騙人的 老闆就跟他說 你知道嗎 我在這邊擺攤那麼久喔 賣給所有的人喔 就你一個不滿意 因為所有的人都想說 被坑了就算了 他說 但是你不覺得我在賣這個感冒 其實跟這個世界 跟我們的世代有點像 他說 你看啊 那個在打仗的那些人啊 穿成這樣 真的出去打哪幾個來充定一 大家大部分是躲後面 對不對 真的 非不得被拖一把才 哎呦哎呦趕快出去 這樣 他說 你覺得那個官員啊 真的可以跟百姓一樣 在那邊 每天都吃著那個 肉色粉啊 然後吃了一顆肉兩 不然就吃成了氨雞麥啊 你覺得他們真的可以嗎 他們還不是那個外表 結果呢 他們私底下肚子裡面 藏了很多錢 還有 警察真的能保護人民嗎 還不是收了錢就怎麼樣 好啦 你那一條蟲 算了啦 或者是放個大罪就 算了算了 這沒事 他說 你不覺得這個世代 就跟我賣的感冒一樣 大家都講得很好 結果呢 卻也不一定這樣做 今天同樣回到我們的信仰 我們要來談一件事情 什麼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覺得神希望我們每一個人 虛有其表 還是真實的來到他面前 我相信神讓我們真實的 到他面前 這一顆金蘋果 就是我剛剛講的故事 它叫做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外面怎麼樣 好漂亮喔 空金玉的鑽石 暗戈裡面呢 其實都已經很爛了 你的信仰生活裡面是什麼樣 今天這個禮拜呢 是宗教改革紀念子日 所以呢 為了響應 我們一定要提到這件事情 宗教改革 為什麼要宗教改革 500多年前的今天 真的是 30號 31號 真的是前後 500多年前的現在 你知道嗎 馬丁路德 他開始要進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已經醞釀很久了 但是就在500多年前的今天 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 因為當時 14世紀初大概到16世紀 宗教改革發生 宗教間跟政府之間 發生了一個很嚴重的勾結 所有的人的地位 都被提升到很高 所以 當你的地位 被提升到很高的時候 所有的人就很臭屁 你知道當時的宗教領袖 他的領袖 不一定是因為被案例 或者是被神所檢選 很多東西都是被用錢買來的 而且當時的教會很有錢 然後呢 所有的人 就每天在裡面吃吃喝喝 做自己的事 真的也都不關心 所有當時民間 百姓那種很苦苦很無助 甚至所有的宗教人員 他們可能還捲入一些性侵的醜物 或者是捲入一些偷竊 或者是欺負等等之類的 但是 就算他們再怎麼壞 教會一樣把所有的事情都蓋起來 全部都當作沒發生 那之後他們又發表了 發生了一件事情 讓真的馬丁路德去貼了一張 95綱論在教會門口 他們做了小事 他們賣了一種券 今天呢 如果你偷竊 你來跟我買 我快給你一種券 那種券就是贖罪券 你給我 我給你這張券 你所有的罪都沒了 你今天偷錢沒關係 這張券賣你了 所以呢 你就沒事了 上去鐵堂 你就把那個券拿出來說 我在地上怎麼買 所以呢 他們推行了這種東西 但是這種東西是真實的 神要我們用券來贖罪 神要我們真心回哈囉 再來 他們禮拜就是故意 今天我如果奉獻一千塊 最好都換成一塊錢 為什麼 因為他們投進去的時候 有那鏘鏘泣烈 鏘躍 Edu 他的那種罪 好像被設有的越多 所以最好把我的一千塊錢 都換成一塊錢 他們想盡辦法想說 我可以用錢代替我的罪 但是你可以用錢代替你的罪 馬丁路德就在當時寫了95條 大部分都是都在阻止說 這個贖罪券其實是你要內心真正改過 再來他說提醒教會說 你們這些教會的領導人員 你們應該去訓斥所有的人 提醒所有的百姓說 今天你把你所有的錢 看到那個堂愛旁邊已經快要死掉了 你不幫助他 你跑去買贖罪券 那你真的是有罪了 然後你的家已經 你的小孩都已經沒吃飯了 都已經要去跟人家要東西來吃了 你還把你的錢拿去買贖罪券 那你真的是有罪了 所以馬丁路德在那個很腐敗的 一個宗教的情節裡面 他提醒所有的人 你要去改變 你要真實的面對你跟神之間的信仰 這是他貼的教堂的門口 上面還是刻有一些字 最近我想換iPhone手機 我把東西拉回到我們現在 你知道當我上網看的時候 其實iPhone真的還蠻有價值的 當他用了一年兩年之後 他其實還有折半還有一萬多塊 那我就看看看 我忽然看到一直上到輕咯 3500你就會想說 一萬多塊裡面的3500是什麼機子 你打進去看他就會說 我這個是仿iPhone完全真實 所以之後我有去做一些研究 因為真的要買手機就要下研究 你看得出來這兩支手機 哪支是真的哪支是假的 A是右邊是A 然後這邊是B 來你覺得右邊A是真的請舉手 好那你覺得右邊B是真的請舉手 B是真的 A是假的 你們覺得呢 看起來是不是都很真 一支只賣你3500 你拿出去別人還是以為你在用iPhone 然後呢 蘋果日報調查說 來我今天開媒體這支是假的 A是假的 B是真的 但是他一支真的只賣 市價的 10分之一嗎 我不會算數學 但是就是賣他的 比如說他賣3萬多 他只賣3千5 而且還是全新的 然後你翻過來的被蓋呢 完全一模一樣 要蘋果有蘋果 要iPhone的字有iPhone的字 你拿出去別人絕對不會想說 他是假的 他說唯一假在哪裡 就是當你充電器插上去 要傳輸的時候 他會雷格一下下 所以好像也沒什麼差別 好 但是這提醒我們一件事情 除了以前在假 現在有沒有在假 有 你舉盤吃的喝的用的 只要你用錢買得到的 學歷能不能假 可以 新聞能不能假 說不定今天你女兒 你兒子大不了的女朋友 男朋友是假的 如果一樣可以用錢 就可以租一個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有好多東西都是假的 所以呢 有一句話說 在台灣 商天害理欺騙消費者的黑西斯 千萬不要做 否則 否則怎麼樣 你會賺很多錢 因為台灣很多人會被騙 你希望你是活在一個真實的世界裡面 還是活在一個假的世界裡面 神想要我們活出一個真實的信仰 所以今天我們要說什麼是真實的 今天我們讀的這段經文 現在是在提醒他們什麼 你們真嗎 還是你們也是假假的 所以你覺得你有真的愛嗎 你對神有真心真愛嗎 你覺得這個小女孩是真的愛她爸爸還假的 真的 你看那個抱起來就爸爸有沒有 這是真的還假的 那你今天坐在這裡 你是真的還假的 真的 我們都是真的 來神面前敬拜她 神說 我要你們是用真心來敬拜我 不是 抱我心裡想著我回去呢 要抱一下我老婆 神不要我們 在這邊又想著另外一件事情 以前的以色列人呢 他們有禁食嗎 你當去看立位記就知道他們有禁食 他們很多時間是禁食的 他們大概四月五月七月跟十月 都會有禁食 禁食是為了什麼 因為巴比倫被毀 因為巴比倫被攻陷 因為他們開始圍攻的時候 奔了很多次 那每次禁食都是不一樣 但是 當他們的聖殿已經被毀用 快重建好的時候 就是我們今天讀的經文 他們跑去跟先師說 就等於現在跑了跟牧師說 欸牧師我們那件事情好像已經快完成了 那我們還要再做這個禱告嗎 撒加利亞呢 他沒有跟他們說 不要 他們說 你想看看你們禁食的時候 你們是主人這什麼的心 當你們真的都沒有吃飯禁食的時候 你是心裡想說 我下一餐了一定要吃滷味 再來不然就是買個肯德忌 因為我現在真的好餓 還是你心裡真的是迫切的禱告說 主啊我在那為了這件事情禱告 因為他真的很迫切 很需要神一定要為我開禱 撒加利亞沒有告訴他們說 你們好不要禁食了 好不要你們再繼續禁食 他沒有 他只有訪問他們說 你們這樣 七十年的禁食 是真的向我而禁食 你們吃你們喝 撒加利亞提醒所有禁食的以色列人說 你們那時候到底是用什麼心 你知道撒加利亞怎麼心動他們的心嗎 如同寶石嗎 他說你們的心如同金剛石 金剛石是寶石耶 是如同寶石一樣愛主 沒有 撒加利亞告訴他們一件很嚴重的事 你們的心喔 並不像寶石 像寶石像的是什麼 就像寶石一樣這麼硬 神的話語 從來沒有辦法進入你們的心裡面 今天就讓上帝跟你說 喔我在怎麼愛你 或者是在怎麼提醒你說 你這樣是錯的 你心裡都想說 喔我聽不到 上帝啊你在講我嗎 上帝一真見邪的指出 他們過去七十年耶 親愛的你從出生認識 直到你七十年 你用七十年的時間 說神啊我這個是熱愛你 神說沒有這七十年都騙我 你心裡會覺得怎麼樣 我相信你心裡一定會刺耳一下 那是多麼嚴重神 多麼生氣才會跟你說 沒有我覺得你七十年內從來沒有對我真心 你先生娶你多久了 你老婆嫁給你多久了 你覺得他對你真心嗎 如果你覺得他從嫁給你娶你那天到現在 你都覺得你對那天都是假的 你覺得你的另外一半會有什麼性 我真的是假的嗎 我相信他自己應該也會很受傷 但是我相信當你用真實的對待你的另外一半 你的另外一半都是會有感覺 神說你們的進食 你們愛我都是只停留在表面 都沒有真的 神喜歡我們用真實的心敬拜祂 他不喜歡我們來做禮拜 只是一個儀式 禮拜是十點到 九點半到了 我就應該出現在有比較多 然後輪到我敬拜 我就應該站在這裡 輪到我講道 我就應該站在這裡 我相信神不要不這樣 神要的是 我們真的需要祂來到祂的面前 聽祂要告訴我們什麼 祂的話語要幫助我們什麼 有一個年輕人來到一個長輩 信仰很好的長輩那邊跟他說 我一定要追求真理 那長輩帶他去水池 就把他那頭壓下去 壓下去你猜他會怎麼樣 能壓多久 最久也差不多三分鐘吧 壓到三分鐘超過 你就可以想像他一直怎麼樣 一直增長 到最後長輩就讓他起來 讓他起來的時候 就如同這一張喔 起來的時候一定會感到 對不對 你一定會趕快吸一口氣 他說你幹嘛給我壓這麼久 長輩子跟他說 你剛剛最需要的是什麼 當然是趕快吸一口氣 他說如果你追求真理 如同你想要吸那口氣一樣 這麼的強烈 那你一定可以追求方針 同樣的如果你愛神 這樣吸一口氣那麼的強烈 我沒有追求神 那我告訴你 你一定隨時可以經歷到 神就在你旁邊 你要很清楚知道你的目標是什麼 我要吸一口氣 我要認識神 火箭呢在他發射的過程裡面 你猜我今天設定目標 我要到月球 你知道他們設定的準確度 只有百分之七嗎 百分之三耶 所以當太空人好不好 其實我覺得蠻危險的 因為目標準確度只有百分之三 那剩下百分之九十七怎麼辦 你知道是從他們發射的那一刻 起到他們到月球 一路一直微調 一直微調 微調那百分之九十七 所以今天你一定要設定很清楚 知道你的目標 一路上一直微調 你不能我設定目標 我今天受洗了拿到那個目標 今天就是天堂 所以呢我就開始一路走歪的 親愛的 當你設定好目標 你一定要一直微調那個目標 當你到達那個目標 才算你到達 而不是我發射了百分之三 拿到了今天受洗了 或者是我今天成為基督徒了 我心裡宣告我認識神 就開始 啊算了啦 禮拜日我約會比較重要 啊我兒子今天喔 應該要怎樣怎樣怎樣 你開始你開始了 所以說沒有不是這樣 你要回到我的身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喔 彩翼追敵人 好我們大概講一個像這個故事喔 這個故事呢 你看到前面有一個吹敵人 他很厲害 他很會吹他的底子 那他有一天呢 有一個鄉鎮裡面 也都是老鼠 那個彩翼追敵人就跑來說 我跟你說喔 我追敵子喔 那些老鼠就會跟著我走走走走走走 然後我就把牠們帶不見了 那個村長就說 啊你如果試成喔 我一定給你一筆錢 這彩翼追敵人呢 就跟著這樣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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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就是這樣吹吹吹吹吹而已 你又沒有多厲害 你只有吹弟子而已 那彩衣吹敵人就跟他說 好 我一定要你們這些人付出代價 過沒多久 彩衣吹敵人就這樣吹吹吹吹 所有的小朋友 就跟著這個彩衣吹敵人這樣嗶嗶嗶 他的爸爸媽媽怎麼叫 那些小孩子都沒有用 所有的小孩子就這樣被彩衣吹 彩衣吹敵人帶走 再也沒有回來過 今天我們的世界告訴我們什麼 好像那個彩衣吹敵人 你是跟在彩衣吹敵人後面 還是跟在耶穌後面 我們就好像 喔應該要這樣應該要這樣 所以我們就跟著做 我們的世界已經變得跟以前不一樣 流行文化 那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都覺得 寶可夢好我一定也要玩 或者是今天就是流行很長很短的短裙啊 然後我一定要很瘦啊 所以我一定都不能吃啊 所有的文化這樣一直影響我們 來我們來看幾張圖 這個呢 以前呢他問他的爸爸說 爸爸世界怎麼來的 他爸爸會跟他說 我跟你說創世紀就是這樣寫 神呢造了這個世界 但是現在呢 爸爸世界怎麼出來的 兒子去Google一下 Google上面就有了 所以呢你去Google一下 再來 以前1990年代大家出去玩都是在防風針 現在拿的是什麼 自拍板 自拍板有沒有 好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改變 再來 這個是以前慢跑前先軟身一下 再來慢跑中嘛 慢跑後就擦汗喝水嘛 現在呢慢跑前選音樂設定GPS 開運動APP 然後呢邊跑怎麼辦 開跑一下告訴大家說我現在在運動 然後呢 跑完了趕快 到那個FB上面讓大家知道說我今天跑了5公里 當你在跑步的時候 你已經完全被那個 給限制了 你以前出去是放風針 現在是老師拍板 然後呢這個是體型我們自己 以前呢是電視放風針的人瘦瘦的 現在是電視瘦瘦的變成胖胖的 我相信這是一個世界很大不一樣的改變 你有沒有被牽這種 收一下你的皮包裡面有沒有自拍板 我們的世界告訴我們好像就是應該要這樣 你知道聖經裡面告訴我們什麼嗎 彼得前書他說 因為王日垂從外貌人的心意 行邪淫惡欲醉酒荒厭群飲並可無 就是拜偶像的事時間已經夠了 他說當那些人呢 見你們在這些事上 不與他們同奔那放蕩無度的路 就以為你們很奇怪 有沒有 當你不說寶可夢的時候 人家有沒有覺得 阿你那個特別的膝蓋 不會用平板手機你像死人 自拍棒你也不會用 當我們沒有跟別人一樣的時候 好像 我們沒有辦法 融入在那個世界裡面 可是親愛的 你們 之前的 北京的 這是什麼 奧運 他們推出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我有口號 我相信我們要去想 我們真的可以跟這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這世界的夢想真的是我們要的嗎 你是想賺很多錢嗎 你是想擁有你自己的時間嗎 這個牧師呢 他說了一個雞腿的比喻 他說 我們怎麼控制我們的時間跟我們的金錢 就好像我們吃一隻雞腿一樣 這隻雞腿呢是這麼的好 但是呢譬如說我們控制我們的金錢 我們房貸要講咬了一口 我們學貸要講咬了一口 我們想要去唱KTV咬了一口 我們想要跟先生去吃主管晚餐咬了一口 然後呢你還想幹嘛 你還要第四台要攪 然後你還要手機網路吃到飽 然後你還要看夜靈 有沒有 當你把這隻雞腿吃到這樣的時候 你說丟給上帝 上帝啊給你吧 這是我用剩下的 然後你期待的是什麼 當上帝看到那隻雞腿就說 喔飛翔跑太棒了 跑去那隻雞腿說你看還有一點肉 你覺得 神會想要這種東西嗎 那你自己都不想給同寧朋友 或者是你自己都不敢拿給別人看的東西 你把它獻給神 你想一下 神希望我們做什麼事情 神希望你是把那個最好的獻給他 所以在瑪拉基說一張時間 有說了一段話我覺得很嚴肅 他說 神願你們中間有一個人關上電門 他說我希望你們中間有一個人去把家外門關起來 為什麼 免得他們在我的壇上這樣獻祈 他說我不喜悅你們 神說我不喜悅你們 我也不想要從你們手中收取那些東西 因為你們並沒有把那個最好的給我 你們並沒有把那個最真實的 就是陷在我們面前 我相信我們的生活當中 有很多是值得我們去思考我們跟神的關係 剛剛這個呢 羅雅幫中 羅雅在見到到船的時候 大家都跟他說 哎呦你就是怎樣 你真的不會淹水啦 結果有沒有淹水 有耶 神在當時提醒你的話有沒有淹水 有耶 再來 伊利亞當他在很痛苦的時候 他想說沒有人都跟我一樣 自我孤單一個人 可是神說 我還是有四百五十個人跟你在一起 在你最孤單的時候 你其實看起來真的很弱 但是你知道你是在經受神的掛念 歐洲的修飾呢 他們一定要穿這個修飾服 拿他們的衣服呢 就是像我們普通穿的衣服 一定放在他們的衣櫃 為什麼 就是要提醒他們 每天早上你起床 你就是要監選 你今天要數世界 或者是跟隨主人說 他們的衣服不是進去 就收起來了 那部分都會放在他們的衣櫃裡面 所以回到神面前 用最真誠的自己 面對神 馬太婆娘說 你們禁食的時候 是要裝的很醜嗎 我在禁食 你們大家都看到我的禁食 沒有 他說你要用 一個很健康的 是我知道我最真實的自己 在神的面前 神就報答你們的禁食 好再來第二點 我今天只分享兩點 第二點 當你的信仰要改變 當一間教會要復興 你一定是要聽神的話 然後又去行 今天我們讀的經文 他們怎麼說 他說 我曾告訴他們要怎麼做 但是他們不聽 將來他們呼求我 我也不要聽 神已經告訴以色列人說 你們要怎麼做 以色列人要聽嗎 不聽耶 所以你們剛剛念的最後一節說什麼 我就讓一切都荒涼吧 因為我曾告訴你們 你們又不聽 所以今天神就藉著這段經文提醒 當時 他們已經把聖殿建好了 所以又提醒他們說 你們一定要聽我的話 然後 又去行 其實我那時候選這樣圖片 我覺得他做得好好 後面都是字 然後他就把所有的東西都 蓋起來 神的話時常在提醒我們 爸爸媽媽說的話你聽不聽 有時候你不聽 但是有時候 其實他說的話是有真理的 神提醒他們的時候 你們 我們來一起來念這段經文好了 來 要按治理判斷 個人以慈愛怜悯弟兄 不可欺壓往復 我而寄居的 我而寄居的人 誰都不可欺禮謀拜弟兄 好 你覺得你做得到嗎 做得到啦 做得到 告訴你是可以的 我可以給你很明確的答案 你是做得到嗎 11月份呢 我又要推薦大家去看一個電影 他叫做鋼鐵英雄 我之前推薦給你們的影片 他可能是0分 但聽說這一片好像還不錯 這影片呢 他描寫了 是他拍的 他是誰 他就是拍受難期的導演 10年後他又回來拍這部電影 也是一樣說了一個愛 這部電影裡面說了有一個士兵 你猜今天你如果要去打戰的話 你要不要帶槍 帶手榴彈 要如果你沒帶你會被怎麼樣 看不起嘛 你竟然成為一個士兵 你不帶槍 你不帶手榴彈 你怎麼出去跟人家打仗 好 這個士兵呢 叫做杜師 他非常兼職 我就是要去為了這個世界做一點事情 但是我去打仗 我絕對不要帶槍 也不要帶手榴彈 這個杜師呢 為了這件事情 他上了他們的軍審會 他可能會被關 那他在裡面是被打 被揍被排斥的 因為大家都以為他是鬧腫 涼涼槍嘛 你上一個要去跟人家打架了 你還不帶武器 他說我就是不打 因為我知道我的信仰教導我 不是用這個 我們是要去修補他 而不是要去破壞他 所以他真的不帶槍 不帶手榴彈 他只去幹嘛 只去那邊救 就是受傷的人 他要出去跟人家打仗之前 真的是被排擠得很嚴重 還被裡面的人打 然後就是差點被關 但是你知道到最後 他救了75個人 這是一個真實的事情 所以導演把他重新又拍攝 他救了75個人 之後他的同隊的人跟他說 如果你今天不跟我們去打仗 我們就不要去了 因為他知道在他的信仰裡面 他是有愛的 他是真的帶著神的愛在那裡面 所以今天 你能不能就是活出那個信仰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預告片好了 花一點點的時間 你們看一下他的預告片 看一下他是怎麼救人 看一下他是怎麼愛住人 真的就是遵守神的話語 對那一個 然後把他放大 右下角 然後按 補放 再麻煩你幫我調一下聲音 右邊那邊 蘇貞姐那邊可以調嗎 就是他 主角不是他 他跟我講 當醫生跟他每天都覺得輸 我 他說大家都去打仗 我不能留下 他說別人都在殺人 但是我可以救人 這是我報效國家的方式 這就是個個人去的 這就是這個個人 制裁了 為了 壞死的 我可以 我可以 我不能觸摸 我可以 他殺了 不是 你 你 一定是殺死的 你 打仗 他不相信 她說你的有權不要帶槍 衝進去那個打仗的裡面 這次大家受傷之後她去救人 她說她要帶她回家 她一晚上還偷偷去救人 好 看到這裡 好 她最後就跟她說你要救救我 然後她說你相信我 她就帶她們回去 最後沒有她 她們就不出去打仗 所以你卻在一個很 看起來你根本就不可能堅持你做的事情的時候 你能堅持嗎 你可以耶 所以你能不能做得到神所說的 你要愛那個愛人 然後你要去綁住別人 我相信當有神的愛在你的心裡面的時候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聖經也這樣提醒我們 你們在那個微不足道的人身上做了一些事情就是為我而做 今天基督徒有一個很大的困擾是我們時常會在靈恩跟社會公義裡面 有時候會拉扯不清 因為你不知道我這樣做到底是福不符合神 但是神說耶穌其實為了我們做了很大的見證 祂不管怎麼樣祂就先去做了 祂說大家什麼時候你們拒絕幫助一個微不足道的人就是拒絕幫助我 神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提醒神 那愛是一個完整的還是一個就算再怎麼苦祂還是願意愛人 甚至為了犧牲生命 不管祂犯了什麼錯 這是一個很棒的愛 所以當我們領受神這麼大的愛 你能不能用這個愛去愛人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 最後我用一個故事做為結尾 這一個是一個印尼法官 他在判一件事情的時候是一個老太太 他還去偷了那個暮鼠和姬 那他就是為了要回去阻摸給他的孫子 是因為他們沒錢 但是他被抓到的時候 他就在法庭上說我真的很苦 我沒有辦法出去賺錢 大家都不併用我 因為我年紀大了 也沒有人願意幫助我 所以我只好去偷 這個法官跟他說沒辦法 我今天一樣要照法律來制裁你 因為法律就是法律你偷了就是不對 那老奶奶心裡多難過 他說我要罰款不然你就要坐牢兩年 不是罰款就是坐牢兩年 奶奶說我真的沒有錢 他說我的孫子真的要顧 他很難過就在那邊哭了 這時候這個法官就把帽子摘下來 他就把帽子摘下來自己放了錢 然後也把帽子傳給大家 跟大家說你們每個人也都要罰款 因為你們竟然讓這個世界 讓這個老奶奶沒有得吃 都是你們大家都一樣的出一點力氣 就是讓他沒得吃 因為你們大家都抵制他 你們大家也都不幫他 所以到時候所有的人都罰款 到最後那個帽子收回來的時候 足夠了交老奶奶的罰款 但是也足夠有一點點錢 讓他回去買東西給他的孫子吃 今天在這個世界裡面有好多事情是 神提醒我們 你有沒有對我真實 我給你的愛你有沒有照這樣傳給大家 不要忘記 成為一個多結果子的基督徒 讓神的愛在你的生命裡面 我們今天要來唱這一首歌 叫做《榮耀的護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但是當我在選這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 我們自己有沒有把自己線上在神的面前 我們自己有沒有裸出那個 神給你的護照 神給你的愛 神叫做神說 你要裸出一個真實的生命 你有沒有還是你沒有 這首歌的歌詞我們可以聽一次 讓我們自己思考一下 神給我的護照是什麼 神給你的愛是什麼 你有沒有辦法在這個世代裡面 被分別為聖 活出上帝的榮耀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如果你們沒有聽過 你們可以先安靜的聽過 教志經先生剛坐過幾 做出神節為裝冰淇淋 把它們唱這首歌 指著自己 arthritis 旋命裡面 聖主 priority 解故事 哦 我 无奔为一种主教管我 心或挽心 传满我的恩兵 要全赏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忍都给你耶稣 一生一一我主拥有的护照 勇敢地向着表达出宗航 当日双声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忍都给你耶稣 一生一我主荣耀的护照 勇敢地向着表达出宗航 一生一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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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比重处交换我 使我挖心 装满我的心 从此起先想当作我起 神节会重备起你 跟幸福很会比重处交换我 使我挖心装满我的人命 感觉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面都给你耶稣 你善意意我出荣耀的武将 永远地上就表达起你 要挖心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面都给你耶稣 你善意意我出荣耀的武将 勇敢地上就表达起你 要挖心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面都给你耶稣 你善意意我出荣耀的武将 勇敢地上就表达起你耶稣 跟随耶稣 爱我你主 我爱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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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耶稣 我爱你啊 我爱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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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心放在上帝的面前 只有神你能真的知道 我们是真的还是假的 主我们要向你藏开我们以前是隐藏自己的话 神让我们今天要张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心来迎接受你的爱 再次收到我们每一个人 主我们是你的瓦漆是生 你看我的贵宗的瓦漆 我们知道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你必有丰富的恩典充足的交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会跟我们今天唱的歌 使我的瓦漆里面充满弱大的能力 主我们要高出我们的双手来赞美你 我们要帮我们全心全能的献给主耶稣 因为我们一生的意义 一生的呼召就是向你勇敢的身体 不要乱去 我们要保护再唱一次这首歌 愿神 你的爱再次找到我们的歌 我们要保护的心 我们再一起唱这首歌 大文化Gain 先来自火谩 正说 正在心 Lean 充 alot 神 传边 シ 用具胜身赞美的活主 全心全愿都给你耶稣 一身一活主荣耀的路上 勇敢地像这了的翅膀 我们回到神的里面 主耶稣 我们要帮我们自己 在聖上你的里面 我们要跟随你耶稣 我爱你主耶稣 谢谢你 愿神助我们每一个人 帮我们这个活主真实的生命 跟随世界里面荣耀神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愿是基督圣灵 阿们 请坐 OK 我们现在来进去读 我们现在来读的是 《撒加利亚7章9》